我们的这个液氧加到火箭的舰体里面之后呢 火箭就会呈现出一个内冷外热的状态 再加上海南这样子啊 因为我们的这个长期火箭非常厉害 它是经过这个防水设计的 即使是在中雨条件下都能够发射 所以一会儿加注的过程当中 舰体上出现一点水珠出汗的现象并不会有大碍 那么我们在之后遇到空气当中的水气所凝结形成的 这个看到白雾实际上就告诉我们 整个的火箭是正在加注液氧的过程 那么一会儿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要完成 给大家提示一下 那么也就是在时宜是有这个地面的送风系统 一直在工作着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